南投县为观光大县 为了透过街头文化 吸引年轻族群及背包客 来到南投旅游观光 县府也于10月3号 车程铁道文化广场 办理街舞大赛 日前也于县府举行记者会 判行销南投扩大观光产值 县议会秘书长陈国中 以及县议员哲正言赖燕雪也到场参与 为什么会办街舞大赛 最主要考量是南投有三年之美 不过在人文方面 火锅力度还是不足 所以长期观察以来 如果能加上街舞 让青少人朋友也能一起来参与 观光的行列 更能让民众感受得到 南投的一个精神所在 县议员哲正言表示 此次办理第一次街舞比赛相当好 也期待未来有下一届的比赛 第一边办这个做舞力前开 这个街舞都说非常好 我们做南投官第一次办街舞 虽然总金没有很多 也会让南投官前立动起来 让南投官在国际舞台接过 希望说我们以后每年办一年比一年还好 甚至我们办街舞 办那好六都会向我们学习 会向我们认管中 他的最好的思维来学习 鲜云南野雪表示 街舞为年轻族群热爱的运动 也期许透过此次的记者会 能够为南投县观光带来更多发展 我们知道这个街舞是我们年轻朋友 时下最流行的一个活动 街舞也是一项非常好的正常休闲的一个运动 我想透过这一项的一个代言 势必能够掀起一股高潮 为我们南投县的观光 注入一股新的动力 也为我们南投美好的未来 带来好的一个前景 我想街舞是年轻朋友所喜好 县政府非常的用心 洞悉小朋友年轻朋友的一个所好呢 所以特别举办我们的街舞大赛 这个在南投县可说是首创 我想我们南投有很多的观光支援 那么这一次的一个比赛大会夺得成功 我们的最高奖金还有达到15万 同时我们也会拍摄一支我们的微广告 来行销我们南投的一个观光 县府于10月3号车程铁道文化广场 办理街舞大赛 议员们除了希望蔚南能够继续举办外 也期待此次的宣传 能够为县内带来更多观光效益 记者 崔明俊 南投采访报导